行单肩背包 没事就单手脱塞 晚上不测躺就睡不着 吃东西总是不自觉的一点脚 眼镜摘下来不是近腿外扩 就是近腿高低 一坐下来一条腿就忍不住翘起来 左腿翘来就换另一只 那么恭喜你 在别人眼里一定是这样的 脸外嘴皮 当然网上按摩操练一脸 脸没震 皱纹加深了 想通过做手术一了百了 结果被风险劝退 但是这三个安全有效 改成大小脸的方法 让从质感拍侧脸 到现在的后置镜头随便抓拍 不怕一定是你的损失 怎么知道自己是不歪脸了 来打开抖音翻转这个特效 如果只是轻微的不对称 那从现在开始改掉这些坏习惯 都还来得及 但如果你发现自己的脸 真的歪得很明显 甚至用这个特效的时候 两张脸都不是同一个人 冷静啊 那现在我们就要对我们的 面部肌肉进行矫正 来就是这个 评论区一水好评 70多万人点赞的 科学矫正大小脸方法 每天只要五五分钟 凌晨本发你脸脸 拉这个回来 我就跟这儿练了一个月 每周二我都打卡记录一下 这个抗音几个整容啊姐妹们 操作也很简单啊 第一个动作 裂下和关节活动 用你的嘴巴微微包住牙齿 然后再张开 你感觉有点酸就行了 每损十五次 第二个动作 裂肌放松 把你的掌根放在裂肌处向上提 嘴巴啊啊张开 坚持十秒钟 幅度呢你感觉舒服就行 每损五到八次 第三个动作 咬肌放松 双手握拳 大拇指按住上下颗骨的位置 然后张嘴你感觉到酸酸通通的为止 没锁十次 这三个动作啊 每天一浪两走 真的一天都没有负担 当然你也可以在放后五分钟 用你不怎么咀嚼的一边 咬着筷子粗的那一头 头上下左右拉伸 做十组 哎你们可别小小这个动作啊 来后期老师 给我上你自己的对比 你们这时候留掰不留掰吧 什么 有没有什么方法呢 这样也让脸看上平衡一点 哎还真有 你看这样经常滋潮嘴外的精神 因为带着有AB款的耳式 跟我转移视觉中心 让人忽视要脸歪的问题 还可以用卷花棒棒 脸小的这边刘海给卷起来 然后带着这边正常遮挡 如果脸不歪斜 当然这两个Bub别加 那视觉感叹效果就加倍了 不想要脸越来越歪的姐妹 赶紧新弄起来吧